所以它的水量來源就不穩定 那也因為中水它是每天都會有 所以你的容量的設計就可以設計得很精確 但是雨水利用系統 因為老天爺什麼時候會下雨你不確定 所以我剛剛上一節課我有講 能夠越大就越好 但越大某種程度也可能增加它的成本 或者等等的這種空間上利用的考量 所以有它的優缺點 但是哪些地方我們覺得應該一定要利用中水回收 就是那種比較乾旱的地方 或者降雨分布很不平均的地方 最好就是要裝雨水利用中水回收 台灣過去看起來好像中水回收比較不需要 但是我覺得未來不一定 各位可以這樣考慮 我會很喜歡我如果能夠設計一個系統 就是我洗好澡之後我的院子就灌溉好了 那我也不用特別去做處理 那這樣中水回收對我就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我很懶惰 很懶惰 懶得去那個 洗澡用肥皂洗那個食物也吃肥皂怎麼辦 好問題 好問題 那個中水如果說你要來灌溉的話 你肥皂要稍微選擇過 天然就可以了 麻糬手工燥很好 天然就可以了 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種手工的肥皂你看它的成分最主要是甚麼 油跟氫氧化鈍 氫氧化鈍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鈍離子含量過高 所以你的植物的选择就要比较重要 以及你要有足够的 进入植物之前要有足够的有机物 来吸纳那个纳 我待会会介绍一些很简易的系统 就可以达到这个功能 另外也有一些商业产品 它不是用科性纳 它是用一些比较化学的这种界面活性剂 但是它这个是生物可分解的 如果有那种最好 因为连纳的问题都不用考虑了 我们的中水的水池 我们刚刚讲除了厕所的马桶排出来的水之外 其他通通叫中水 但是我们在气氛 我们水源有好多种 比方说有洗衣机出来的水 有洗澡的 淋浴的 又有盆浴的 然后还有洗脸盆的 还有流理台的 还有冷气的凌结水 还有RO逆渗透的 还有有些人家里有装软化器 那个 软化脸的水比较硬 然后有装软化器的那种离子交换的那种 软化器的那种排放出来的水或者清洗的水 那一般而言 洗衣机的水质是OK 不算太烂 但是要千万注意 你不要使用漂白剂 漂白剂下去 那个细菌都杀光光了 那最好最好的水质 就是那个淋浴的 淋浴的水质是最好的 那但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 肥皂 最好就是用那个沐浴乳 沐浴乳会比较好 但是要生物可分解的 用肥皂它会有钠的那个问题 那当然淋浴的水里面会含有肥皂 那盆浴也是一样 那但是洗脸 大家觉得洗脸盆的水跟淋浴的水哪一个比较干净 我自己觉得是淋浴 洗脸盆有时候我们会洗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意想不到的 所以它的变化性会比较多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水 我建议各位最好不要用 就直接拍掉了 就是那个琉璃台的水 然后洗碗盘的那个油腻 油污 有时候那个都是咸的盐巴 很多人他们甚至就把那个琉璃台排出来的水 把它当作黑水 就不要用它了 干嘛给自己麻烦 除非你这个地方是沙漠地区 没那么麻烦的事情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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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冷气凝结水极佳 这个一定要回收起来用 然后RO的回收水也OK 也极佳 但是刚刚讲的那个软化的那个水 那种水因为它我们在回收的时候 会用那个盐巴去置换 所以它里面的钠的浓度盐分极高 所以那个水拜托你排掉 不要用 那个很麻烦 那目前为了回收中水 都已经有许多的各种不同的商业的产品产生 那它的原理其实都跟我刚刚画的那个大的污水处理池的一样的原理 反正它一定都要打泡泡 一定都要电 也因为中水的水量是稳定的 所以我这个容量都可以计算的清清楚楚 我洗澡会有多少水 然后我要装多大 然后处理好的之后就拿来冲马桶 或洗衣服或洗地板等等 那这个是德国的这种英国的这个设计 那在他们这些地方而且水价蛮贵的地方 很多人会想要会觉得有动机来装这种东西 然后也有那种朝下醒了 你把那个洗手盆的水拿来 在这些储存利用之后就再拿来冲马桶 那也有这样子的方式 那基本上中水中水你只要涉及到储存 这件事情它就跟雨水的储存不一样 雨水的储存简单 但是中水的储存很容易臭 所以它通常要是我们家里自己来设计的话 中水你就不要储存了 中水拿来利用的时候就不要储存 因为储存很厉害很麻烦 除非你是住在沙漠地区 不然就不要考虑储存 因为像这样子它都还要用电 里面一直打泡泡 让它不会发臭 日本放上面 它设计很多也有在上面形的种类很多种 但是第一个买这个都是成本 然后第二个它需要电 然后而且它底下会产生底泥 所以有时候那个底泥还要再轻 所以要是我的话 我这个我知道有这个东西 但不考虑 然后也有比较大型的 好 那但是呢 很多人玩中水玩到后来 他们会觉得 还是我刚刚讲那句话 small is beauty simple is easy 越简单越方便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些 简单的方式就来处理中水呢 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微生物跟有机质 各位如果我们种一棵树 我们旁边把它挖成像一个水池状 然后呢 底下给它铺各种那种枯枝落叶 反正我们家 那个家里 只要有庭院 常会产生很多枯枝落叶 然后这枯枝落叶就把它铺在上面 然后呢 甚至可以把堆肥 做好的堆肥 这样放着 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区块 本身就可以具有处理中水的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把中水倒进来的话 第一个 它会被这个有机物吸附 所以里面钠的含量 它会凹掉 没走开 所以可以减少它对植物的影响 同时呢 里面的微生物 它就可以分解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这里呢就变成大的一个中水的一个分解槽 然后之后再渗透在底下 所以这种系统 最简易的系统 最主要就是透过土壤 以及这个有机质里面的这些微生物 来做分解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看过操作过最简易的 好 那所以呢 在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我自己有失败的惨痛经验 我以前帮景文科技大学 对不起 我当时第一次设计没有经验 然后呢 把那个学校的那个厕所 就是他们洗澡啦什么那些水 收集起来 然后经过一个加压储服 然后再经过一个过滤 然后储存 这就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强调 中水储存真的是很麻烦 然后再打回来用 但是经过这样处理 那个水质还是会有一些泡泡 为什么会有泡泡 因为现在我们用的那个 现在学生他们用的那种商业 用的那种界面活性剂 那个其实要满长的时间才会分解掉 所以他们储存之后再打回来冲马桶 那个水都还会有泡泡 然后而且那个机器 运作很大声 然后附近呢 晚上在运作的时候 那个附近的社区的人就在抗议 哇 你们学校那个机器很重 然后后来呢 我发现不止我们有这个问题 很多政府单位 包括台北县政府 他们也有中水回收 后来他们也停用了 我后来经过这些失败经验 我得到一个结论 第一个 你真的要大型设施来用的话 雨水会比中水好用 因为雨水在至少在处理水质上面 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在人口很密集的地方 那个处理水质一有出问题 那实在很难看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所以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都会建议中水不要储存 然后也不要大型 最好小型 而且最好当地生产 能够配合当地的景观植栽什么 就把它处理掉 这样是最简易的方法 好 在铺门里面 它常常会利用一些堆肥 熟的堆肥 还有透过一些植物 你知道有些植物 在处理棕水上面 非常非常好用 例如香蕉 香蕉是 你把那个尿直接浇在香蕉 它绝对不会肥死 香蕉很耐肥 然后第二个呢 那个香蕉它也生长得很快 而且还可以吃 所以在棕水的设计里面呢 第一个是香蕉 木瓜也有一些人用 但是他们的经验里面是 香蕉是很好用的 那所以最简单 最简易版的棕水的回收的设计 就你棕水产生之后 直接进入一个槽 这个槽里面呢 你就可以放很多的这些厨余 或者枯枝落叶等等的 让它在里面分解 然后呢 再渗透到 透过渗透的方式 来供应植物使用 那这种方式是所有回收棕水里面 最简易的方法 那但是呢 如果说你要把棕水直接来浇灌植物的话 有一些地方你要注意 你的管子啊 不要直接就埋在土里面 为什么 植物的根很厉害 它会去找水源 所以你的那个管子是埋在土里面的话 过没多久你会发现奇怪 那个水下去都塞住都回灌起来 因为那个植物的根 它会塞进去 然后整个管子里面你会看到通通都是根 所以你的这个第一个最简易的方法 就是你这个棕水直接这样流着 根种不会这样伸出来再长进去 它没那么厉害 但是这样子的这种简易方法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讲过 中水在使用的时候 尽量不要 它出来 它一旦变成中水 尽量不要让它跟空气接触 以及不要让人或动物会去碰触它 因为会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那它这个的缺点 它简易归简易 但是人是可以碰触的 所以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上面有东西盖着 让它渗透出来 或者是用一个盆子 然后底下用石头 那根它通常都比较会往下长 它不会往上钻 所以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避免根把它塞住 那这样就盖住了 或者用这样的方式 让它的水可以渗透到土壤里面去 而且又不会被根给塞住 这个就是你在排放口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设计就要把它设计到 以后是不太需要维护的 你不要设计一个 过没多久 你要去清那个根 你会气死 一开始我们知道会有这个现象 就把它这样处理 好 那这个是国外的一些案例 他们使用的这些方法 那我再教各位一个 很简易很简易的方法 那你大概挖一个池 一个 这个比方说大概 我看它上面写 这个大概宽两米 那深大概是六七十公分的这样水槽 然后宽大概一米左右 然后你把它挖一个洞 然后你这里可以装一个 装一个那个 像我们洗衣机的那个牌 那个软管 然后那软管把它钻洞 然后你的那个污水 最好用软管 就这样把它接上来 然后这里面就放很多枯枝落叶 然后你农场里面产生的枯枝落叶 或锯木头的木屑 反正那些会腐败的 你就通通把它丢在这里